夜晨哥哥 夜晨身后青涩的自由之意散去 点点青光汇聚成了小青的身体 小青惊喜万分 在空中搂住夜晨叫道 我们赢了 夜晨笑着搂着她的腰身道 是 我们赢了 其实夜晨都没想到 竟然真能杀死白子虚 这一切都要多亏小青 幸好小青能想到与夜晨合体的招法 她不愧是精神倾巒的后裔 在关键时刻脑子也是灵活 她与夜晨融合成了夜晨的翅膀 让夜晨自由之意的威力 瞬间提升数倍 风暴爆炸 直接轰死了白子虚 两人降落下来 小青兴冲冲地跑过去 捡起羽化飞生精 回到夜晨的身边喜悼 夜晨哥哥 这羽化飞生精也是我们的了 她最初来到浩天狱 只是单纯地想要寻找羽化飞生精 现在经历许多波折 终于是将经书拿到手 自是不胜欣喜 这羽化飞生精是神迹 宋试点的第三章 如果能够深入参悟的话 她和夜晨对真理的见解 也能更进一步 是 这经书是我们的 夜晨一笑 却是先将经书收了起来 不过 现在不是参悟的时候 我们先去救婆婆 小青也是一样的想法 心中挂念 青花婆婆 重重地摁了一声 夜晨传出意志 与几思青 卫颖两女联络 看听情况 随时准备救援 不过出乎夜晨意料 两女传回消息 说已经救出青花婆婆了 不一会儿 就见几思青和卫颖 搀扶着青花婆婆 火空飞了回来 在三人身后 跟着不少祖身疯的残名败将 个个垂头丧气 青花婆婆受伤 已经陷入昏迷 婆婆 夜晨小青 古蜻蜓 苏荣等人叫了一声 连忙上线迎接 几思青道 婆婆他没事 只是受了点伤 休息一段时间便好 夜晨握着几思青的手 又握着胃影的手道 你们辛苦了 几思青咬了咬嘴唇道 我们碰到了红春秋和杨朱仙 夜晨心中一领道 你们碰到他们 竟然还能全身而退 真是天可连剑 几思青道 不是 是婆婆牺牲了一件法宝 好像很是珍贵 她将那法宝扔了出去 红春秋和杨朱仙都想抢夺 我趁着他们内乱争动 就带着婆婆逃了回来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恐怕我们也很难全身而退的 夜晨脸色一沉 仔细感应 就发现在青花婆婆身上 已经感应不到祖神天旨的气息了 那祖神天旨乃是祖神王留下的祖气 相当珍贵 可以说是祖神教最珍贵的东西了 上面汇聚了无数气韵 现在为了逃命 青花婆婆牺牲掉了祖神天旨 代价也太过巨大 无论是红春秋还是杨朱仙 他们得到祖神天旨后 实力必定是暴涨 更不好对付了 古清廷和苏荣夫妇也是凝重 古清廷道 婆婆的祖神天旨 落到了敌人手里 只怕我们形势不妙啊 夜晨沉思了一会儿 为今之计 我们也只能先防守 不要随便出战 再寻找机会 古清廷点头道 轮回之主所言甚是 我这个教主 其实德不配位 都是师妹和婆婆 推我上去的 本来师妹更适合当教主 但她又不肯 如今形势危急 轮回之主 就拜托你全权指挥了 夜晨摇头笑了 不用 你师妹她神通广大 由她坐镇变革 说着忘了苏荣一眼 苏荣也笑了一下道 月晨 你这小家伙 嘴巴还是这么甜 罢了 我来收拾残兵部队 你去夺取天军封神碑便是 你已经回来 有轮回气韵加持 我祖神封 未必提不过那朝圣牙 与阎魔死尽 夜晨不在的话 苏荣还真没把握抗敌 但夜晨回来了 有了轮回这个主心骨 一切都有了希望 夜晨笑道 夫人果然是霸气 在下佩服 苏荣一阵娇笑 妩媚生姿 场中紧张严肃的气氛 顿时也就缓解了许多 只是古蜻蜓的脸色 不太好看罢了 莫名的有点发虑 祖神封的残兵部队 开始在原地安营扎寨 布置阵法 随时准备御敌 又发出传讯 招拢四处散兵 汇聚力量 夜晨催动晨曦之风 利用风的气息 掩盖住了一切 不被敌人发现 他打算休息一晚 第二天就出发 去夺取天军风审碑 只要抢到了天军风审碑 要反杀红春秋 杨朱仙他们 那就易如反掌了 等到了夜晚 夜晨独自在帐篷里休息 一道娇俏又嫩的身影 就悄悄地钻到他的帐篷里 正是小青 帐篷里的烛光照在小青 那白皙的脸颊上 让他脸颊看起来 红扑扑的 有种甜静的美 小青 你来了 夜晨见到小青来了 心中一暖 微微地笑了笑 随手摸了摸他的小脑袋 小青嬉戏一笑道 哼 夜晨哥哥 我想看看那羽化飞生经的奥秘 夜晨点头道 我也一直等着你 当下 夜晨将羽化飞生经拿出 摆放在桌子上 这羽化飞生经 他还没有翻阅过 就是要等小青过来 一起参悟 小青感激与欣喜 便坐在夜晨身边 亲密地挽着他的手臂道 哼 夜晨哥哥 能跟你一起参严真理 真是再幸福不过了 夜晨笑了笑 当下便缓缓地 将羽化飞生经展开 这羽化飞生经一打开 便有丝丝缕缕的仙霞物碍 弥漫而出 沁人心脾 羽化飞生经 是神迹颂试点的第三章 里面所记载的真理 是仙道真结 成仙的秘法 如果能够完全参悟的话 有资格踏入仙之终极 也就是仙帝的境界 是现实世纪的最巅峰 参悟一段经书 就有机会成为仙帝 可想而知 这羽化飞生经有多么厉害了 而在神迹颂试点里面 羽化飞生经只是第三章 后面还有六章 这神迹颂试点的底蕴 实在是无法想象的深厚 真能全部领悟的话 足以执掌无上真理 成为世间万物的主宰 统治一切 叶晨和小青都是全身贯注的 看着羽化飞生经 参研着经书里的秘法奥义 这羽化飞生经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是飞生 可以帮助百家境的武者 尽快飞生突破 谨升天玄境 执掌天君法则 成为上位者 第二个方面 就是羽化成仙 成为仙君 大罗金仙 天外飞仙 不朽真仙 仙王仙皇 仙祖 准仙帝 仙帝 也就是说 真能彻底参透羽化飞生经 可以正到仙帝 当然 想参透羽化飞生经的话 自然是无比艰难的事情 几乎不可能 小青池看了小半个时辰的时间 就感到脑袋发疼 收回目光 看着叶晨道 嗯 嗯 不行了 叶晨哥哥 我头疼 以后再慢慢看吧 叶晨笑了一下 在这小半个时辰的时间里 他其实已经靠着惊人的天赋 将经书里的秘诀 全部记忆下来 当然 记忆是一回事 领悟又是另一回事 叶晨修为还没到家 没有足够的根基 空有逆天悟性 也是不可能完全掌握羽化成仙的精髓 因为他距离真正的仙人 还有着非常遥远的距离 他只有摆家境而已 摆在他面前的最重要的就是飞升 只有仙飞升踏入天玄境 才能去想成仙正地的事情 这羽化飞升经 对我飞升天玄境 倒也有不少的帮助 叶晨心里安安地想着 先将成仙的秘诀 抛到一边 只琢磨飞升的奥秘 他若有所思 好像看到自己脑海里的天军之门 从漆黑封闭的模样 缓缓打开了一条缝 似乎有光渗透了进来 夜晨丹田里的灵气 也是随着增长了不少 很好 这羽化飞升经 果然能辅助我飞升 以后可要仔细参想 夜晨心想着 夜晨哥哥 我头痛 小青摇晃着夜晨的手臂 有些撒娇道 清纯粉嫩的模样 在烛光的照耀下 显得非常可爱 好了 你回去休息吧 这经书你拿着 以后想看就看 夜晨笑着捏了捏他的脸 将羽化飞升经 塞到他的手里 小青一惊道 夜晨哥哥 你不用看了吗 不用了 我都记下来了 小青瞪大眼睛道 啊 真的 好了 回去休息吧 我可没空再陪你了 我明天还要去 节天战场那边看看 小青倒也知道 事情的轻重 乖巧的点点头道 嗯 好 夜晨哥哥 那我先走了 他很有礼貌地向着夜晨道别 走到帐篷门口 突然又回身 亲了夜晨脸颊一口 才红着脸走了 这小妮子 夜晨摸了摸被小青亲过的地方 有些哭笑不得 定了定神 夜晨便向西灯休息 这个时候 帐篷外却传来一阵香风 一道柔和的声音叫道 小家伙 我能进来吗 是教主夫人 苏蓉的声音 夜晨心脏一紧 不知这女人 夜晚来访 到底有什么事 但想来 她丈夫就在附近 她应该不敢胡闹 当下夜晨便清了清嗓子道 夫人请进 一只鲜鲜御手掀开了帐篷帘子 苏蓉面带微笑 缓缓地走了进来 请不吝点赞